红海董事长刘洋伟与亚洲车船陈和黄一同达成马朵C现身 为为期两天的红海科技日正式拉开许目 这次科技日 规模更甚以往 超过两千名嘉宾 包含NVIDIA、BMW、西门子等重要合作伙伴 全都现身会场 但科技日重头戏还在后头 全新概念车款Model U首次亮相 可以是有minibar的宽敞六人座 内装空间自由调配 也能变成二十一人扫巴或是行动办公室 全新大型纯电修旅Model D 同样在这里首度登场 但说到现在的电动车市场 可不只有红海专美与钱 特斯拉行长马斯克预告十月十号 亮相的无人计程车Robotaxi将载入实测 Robotvan和硬仓办只要八十万入门款车款 可能也会发表 龙头车厂和台在九月也推出限量五十台 优惠价格的纯电BZ4X抢攻实战 各品牌持续投注资源 假打贩售力道 尝试不同车款和特性 在竞争激烈的电动车海 杀出一条险路 华市新闻杨超权无传 Tabby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